我叫伍桂立,大家可以叫我阿Sam 我成為SYMarsal Art Fitness五年 我自己收集泳春拳大概二十年左右 教學經驗大概八年 參加比賽,如果是泳春類的比賽 大概是一四年左右參加過佛山 有兩屆泳春比賽 香港亦都參加過一個泳春大賽 另外我自己最記得的就是葉準系的黏手比賽 曾經拿過一階冠軍一階鴉 泳春拳如果我用武術或者格鬥去形容它的話 是屬於一個短距離的近身攻擊 什麼叫短距離近身攻擊 如果要很簡單去解釋給大家聽的話 跆拳道以腳為主 是屬於偏遠距離的搏擊系武術 泳春就是屬於中短距離 泳春拳包括小念頭、尋橋、標指 這三個基本套路 裡面都有很多理論需要去學習 包括我們會解釋什麼叫泳春的攤手 我們有些獨有的名稱叫做買肘 我們做一個攤手的時候 就不要做到一個飛肘動作 另一個叫綁手 另一個叫伏手 我們也要慢慢去解釋這三種手法是什麼 泳春的初學者 我建議一定要放鬆去學 當我穀得很繃緊的時候 我們可能初初初學的時候 攻擊人會達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但是在泳春拳的理論世界的話 我們剛才提過的 我們的攤手 最簡單是這樣做 但有些人剛剛初學 他的頸部肌肉會崩起了 這個動作是不應該發生的 我們建議這條頸應該放鬆 我們只是用一個手肘來 木人莊其實是一個練習的工具 如果大家容易理解的話 即是等同搏擊的沙包 那就不要神化了木人莊 木人莊是其中一個練習工具 如果有人去對練的話 即是有師傅 有教練或者有同學去對練的話 我建議跟人去對練 普通勝會練習員的進步很好